今天咱们要开始学习第九课 这一课是华美理想的贩毒专题 好,在之前的两节课中 华美理想咱们已经讲过两节课了 之前的两节课古文课和经读课中 咱们都看到了很多作品中 所出现的让大家感动的人物 这些人物他们都在不断的为理想而录立 比如说在第一讲古文中 古文中咱们看到了哪个人 苏武 苏武他的事迹是什么 对 苏武一直保持着他的汉节 说我坚决不要曲解辱命 所以一直持着他的汉节 在这个孤寂的北海之上牧羊 牧了很多很多年 直到谁把他接回去 直到汉昭帝把他给接回去 对不对 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那种气节 而第二讲中咱们还看到了谁 为了理想而一直不断努力 第二讲中有一个作家 贾平蛙 对不对 贾平蛙在那个年代 在文革的时代 那样艰难的一个环境之中 还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写作 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都是怀抱着一种写作的梦想 做在这个地方的 我知道咱们班有很多同学都非常热爱写作 有很多同学写过小说 写过散文 甚至于发表过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座各位都可以体会到 写作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更不要说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 要去创作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了 贾平蛙如此 咱们还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作家也是如此 比如说你们熟悉的莫言 莫言他小时候家里面非常穷 他这样说 他说有一天 我们家来了一个大学生邻居 这个邻居呢 给他讲了一个事 说 哎呀我在山东的时候 遇到一个非常腐败的作家 这个作家怎么样腐败呢 猜猜看 怎么样腐败 说他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真是太腐败了 当时莫言心里面怎么想 他想的是 哎呀这人真是的 我一年都还吃不上一顿饺子呢 他竟然一天可以吃三顿 这该是多好的日子 所以当时心里面 暗暗许下一个承诺 我一定要写好一部书 然后让我每天都吃饺子 所以可想而知 当时他的环境怎么样 非常艰难 又饿又累 然后家庭还非常贫穷 还需要去支持自己的家 所以我会发现很多作家 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 写出了很多成功的作品 而反而是在一个非常安定的年代中 很少有人去写出一个非常感人的作品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一来没有素材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是生活的艰难与困苦 造就出了我们伟大的作品 而作家在这种作品之中 也更加能够去体会到 生活的一种真谛 生命的一种真谛 所以今天呢 咱们会看到一些作家 他们在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 他们对理想的一种坚持 对理想的一种向往 首先 来看一看中国当代的一位诗人 叫刘沙河 这首诗我想 有同学应该比较熟悉 他曾经是咱们人教版教材中的一首诗 刘沙河是中国当代的作家 当然这只是他的笔名 他本名并不叫刘沙河 叫于逊坦 对叫于逊坦 这是他的笔名 他写了一首诗叫理想 在这首诗中 他是怎么样去描述他的理想的呢 他说 理想是石 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 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 照亮前行的路 理想是路 引你走向黎明 寄寒的年代里 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 理想是文明 离段的年代里 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 理想是繁荣 所以从这首诗中 咱们可以看到 理想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什么 咱们有同学之前在作文中写到 我的理想是明天考一百分 我的理想是下一次考试的时候 考到全年级的第一名 这是一个理想吗 认为是的举手 我看一看 好 认为不是的举手 我看一看 大部分都觉得 它不是一个理想 为什么 从这里可以看到 理想是石 理想是火 理想是灯 说明理想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 理想是在远方 它可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它在远方干什么 它闪着微微的火光 一直在指引着我们不断的前行 指引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并且给我们一个精神支柱 让我们有勇气克服生命中所有的困难 不断的向前 这是一个理想 它是一个远期的目标 而不是一个近期的目标 所以考试 考一百分 或者说下一次我考第一名 这不过是你眼前的一个目标而已 那么它只能算是目标 而不能算是理想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 它将会是你的生活支柱 那么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这是对于咱们个人来说的 对于社会来说 饥寒的年代里 理想是温饱 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 理想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理想和现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相对 它往往会更加高于现实 对不对 在饥寒的年代里 因为吃不饱 穿不暖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更高的追求 是什么 对我们要吃饱 我们要穿暖 而到了温饱都可以满足的年代的时候 我们更高的追求是什么 对我们需要文明 我们需要精神的食粮 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着前进 追求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 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 来达到自己心中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是理想所带给我们的 这是刘沙和他对理想的一个阐释 而在你们的讲义上 另外一位当代诗人 木旦 木旦也对他的理想 也对理想做出了一个阐释 这是木旦的一个肖像 木旦呢 他的原名叫扎梁针 扎梁针这个名字 有没有让你们想到谁 对有没有想到扎梁庸 对扎梁庸就是金庸 那他和金庸确实是有 书伯兄弟的关系 但是他是中国当代 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 他在这首诗里面 这首诗也叫理想 从一个反面的角度 来阐明了理想 对于个人的一种重要性 我找四位同学 来把这四段读一读 带上你们的感情 带上你们对他的理解 然后我看一看 来 一 二 三 四 理想 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 在春天生发到秋日空黄 对于生活他做不出总结 面对绝望他提不出希望 没有理想的人像是流水 为什么听不见他的歌唱 原来他也为现实的泥沙逐渐 鱼色变成屋主的池头 没有理想的人像是空屋 而屋主人他紧紧地闭着门窗 对于生活的四地 堆积着灰 外面的靠门里 尽无影响 打开吧 生命的空海 让一个精灵 不邪恶的远方 深入他的心 在折迷抱 因为他的地面 看见了天空 非常好 最后一个我听出了 这种呼喊的感情出来 前面的三段 咱们应该带着一种 什么样的感情去念它呢 对首先是一种消极的 然后是甚至带着一种 绝望的感情 因为没有理想的人 他们就相当于失去了生命 来看一看这几个异象 究竟是象征了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个 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 草木 咱们经常会写到草木 但是通常都是在赞颂它们 说这个小草啊 坚忍不拔 说它非常的坚强 但是在这里 木旦它用了小草另外一个特点 是什么 对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它 春荣秋衰 学过三峡同学都知道荣是什么意思 冒盛对不对 对在春天的时候萌发 长大冒盛了 但是一阵寒风吹来 等到天气变凉的时候 它怎么样了 对它就衰落了 它就死掉了 那这说明它在面对严寒的时候 能够坚强的去面对它吗 它不能 所以这个象征了什么样的人 逆来顺受 对逆来顺受 无法去坚强的面对困难的这样一种人 这是草木般的人 下一个呢 没有理想的人像是流水 谁来说一说 像我刚才那样分析 流水是什么 现实的泥沙又是什么 一二三四 穿蓝衣服的女孩 这里泥沙指的是什么 象征什么 没错 这里泥沙也是象征生活中的艰辛 生活中的困难 而这个流水 它也只能随波逐流 遇到困难的时候 它只能停下来 它无法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冲刷它 去冲刷这个堤坝 然后让它继续奔涌向前 最后它只能成为一滩死水 死在这个池塘之中 没错 所以在这里呢 形容的是那种 畏惧困难 止步不前的人 而第三段 没有理想的人像是空污 而无主人 他紧紧的闭着门窗 生活的四壁堆积着灰尘 在这里空污是什么样的 空污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里面空空的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内容 而且只充斥着灰尘 灰尘是惹人喜爱的 还是惹人厌恶的 惹人厌恶恶的 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怎么样 非常成就了 对不对 已经没有任何新鲜的血液进去了 而他仍然怎么样呢 紧闭门窗 不愿意接受新的 对 他仍然守着救 不愿意去进步 不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 所以呢 外面在扣门 新的事物不断在冲击 但是里面既无声响 他没有任何的触动 因为他内心没有一个理想 在支撑着他前进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 哪一个时期的中国 清朝末期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对 是闭关锁国的 对不对 是封闭的 所以这是 这也是一种没有理想 最后 牡丹在最后发出一种呼吁 甚至是大声的疾呼 一种呼喊 说 那么打开吧 打开是相对于什么来说的 对 是相对于空污来说的 你们这些没有理想的人 现在把你们的心都打开 打开干嘛 让一个精灵从邪恶的远方 浸入他的心 把你们都给折磨够 这个精灵是什么 邪恶的远方又是什么 试想一下 精灵 这时候所指的是一个小小的希望 一个小小的火种 它是让你心中产生了一个改变的愿望 而这个愿望在你心中开始燃烧的时候 你是否对它会有一个怀疑 你是否会去恐惧 要是我改变了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坏的结果 或者说改变了以后 会不会对我自身还很不低 我可能会遭受很多困难 可能会遭到众人的排斥 遭到各种各样的阻挠 所以说这个邪恶的远方 指的是我心中所想象的各种各样的 困难的这种境地 而这个精灵 这个希望在侵入你的心之后 会一直的折磨你 这种折磨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 心理 那个心理煎熬 对非常煎熬 你不断的排斥它 你不想要它 但是你的内心在呼喊 不行你要进步 你要不断进步 你要改变 所以你在这种不断折磨之中 你的内心坚强了起来 最后呢 它在地面看见了天堂 这个天堂指的 也就是咱们的理想 咱们理想为我们构造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为了这个未来 我们甘愿粉身碎骨 甘愿在这个烈火之中 不断的磨练自己 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忍的钢铁 而现在就有这样一个精灵 侵入了这样一个人的心中 然后把它炼成了一个 一段好钢 这个人是谁 鲍尔克查金 对这个人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 鲍尔克查金 现在看一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由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来写的 这个作家名字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咱们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几个字写清楚了 前面尼古拉记不住都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字一定要记清楚 奥斯特洛夫斯基 他的国籍是前苏联 他是前苏联的作家 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 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 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 1904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 俄国处在谁的统治之下 沙皇 很好 这个时候是处在沙皇的黑暗统治之下 所以当时人民 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贫困 而且受尽了苦难 到了11岁的时候 他家 他的父亲 好赌 好酗酒 非常不争气 所以整个家呢 是由谁来支撑的 由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不断的做工 然后养活家里的四个孩子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在他之上 还有一个哥哥 还有两个姐姐 所以可以想见 整个家庭的负担是非常重的 对不对 所以到了11岁的时候 实在没有办法 他去当了同工 当同工做什么呢 这么小的孩子 当烧水服 去烧这个锅卤水 还有去当电工 他用他那双稚嫩的肩膀 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而就是在这样的重压之下 他练就了一个坚忍不拔的性格 后来革命的灭火 开始燃烧整个俄国 烧毁了沙皇的统治 然后什么革命开始了 很好爆发十月革命 当他15岁的时候 这是1919年了 革命正在如火如土的进行 他呢也上了战场 上战场去为了革命 而不断的奋斗 而从此以后 革命就成为了他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把它当成了终身的一个事业 所以到了16岁的时候 他已经身负重伤 身上各种枪伤 炮弹的伤 再加上他在极度 这个恶劣的地区 所受到的风寒 各种各样的病痛 在折磨着他 这个时候呢 身体已经非常差了 但他仍然在坚持 为党的事业 而做出贡献 一直在坚持工作 不眠不休的工作 一直到了25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身体实在是超负荷了 所以呢 在25岁的时候 身体瘫痪了 他的脊椎 因为之前的旧伤 而受了伤 因此他站不起来了 只能到疗养院去养伤 最后呢 直到瘫痪 瘫痪了以后 他不甘心这样 我还很年轻 我才25岁 所以就这样 我就像一个老人一样 躺在病床上度过我的余生 这样肯定是不行 所以他选择另外一条路 来继续他的革命生涯 什么路 是写作 没错 他在病床上写作 直到后来 双目都已经失明了 他找了另外一个女同志 来帮他记 对 他说一句 然后这个女同志写一句 直到后来完成了这一部 伟大的书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然后非常年轻 32岁 终于病魔 夺走他的生命 奥斯洛夫斯基的整个生平 咱们无需去死尽背 因为他的整个生平 都在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里面 体现出来了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主角 谁 鲍尔科查经 就是他本人的一个翻版 他就是鲍尔科查经的原型 来看一看 这部作品的主要人物 第一个 鲍尔科查经 鲍尔科查经 他的幼年非常艰难 后来成长成为了一个非常坚强的 共产主义战士 这是主角 在他的生命中 有很多重要的男性 对他产生了影响 第一个 说说他的家人 第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 是他的哥哥 叫阿尔焦姆 他的哥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前工 而他也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 最后也是加入了共产主义事业 阿尔焦姆 第二个 对他产生影响的人 是他 旧的那一个共产党员 叫什么名字 不对 叫朱赫来 朱赫来是整部作品中 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大家一定要记住他 朱赫来是共产党员 是红军 他呢 本身是一个水兵 后来 红军到了保尔的那个小镇上之后 把朱赫来留在了这里 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 党的地下工作者 在革命成功了之后 当然朱赫来 也担任了很多部门的领导 这是朱赫来 是他将保尔科查经 带上了革命的道路 教会了保尔科查经 很多很多知识 比如说 为什么咱们要革命 为什么咱们要坚持共产主义道路 没错 好 这是朱赫来 接下来 还有一个同学问 谢料莎是谁啊 每一个孩子 小时候都有自己的玩伴 对不对 谢料莎就是保尔小时候的好朋友 谢料莎 谢料莎呢 是保尔儿时的伙伴 而且跟他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到后来 对是知己 到后来他也加入了 加入了共产主义事业 加入了红军 可惜的是 谢料莎如此英勇 他最后战死了 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战死了 对 牺牲了 当然这里提到的多林尼克 是一个木匠 他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他在什么情节中出现呢 待会我讲情节的时候 再讲到他 宝尔生命中 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女性 第一个重要的 必然是他的母亲 对不对 他的母亲叫玛丽亚 是宝尔的母亲 这位母亲呢 也是按照 谁的母亲原型来的 她是谁 是尼古拉奥斯特洛福斯基的母亲 按照她的母亲原型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勤劳 而且吃苦耐劳的女性 这是宝尔的母亲 接下来 是东尼亚图曼罗娃 东尼亚是宝尔的初恋女友 她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但是 东尼亚的身份 她的身份比较特殊 她是资产阶级的小姐 她是一个官员的女儿 一个林务官的女儿 林务官掌管林业的官员 林务官的女儿 所以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 非常富裕 非常优越的环境里面 而相比起来 宝尔呢 宝尔从小是在 最下层的工人阶级的家庭里面 长大的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 必然有着非常深的什么 隔阂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最终 也是因为道路的不同 而分道扬镳 最后呢 宝尔是和东尼亚决裂了 决裂了 然后东尼亚继续走 她的资产阶级的道路 宝尔呢 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是她的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第二个 第二个是她的同志 她最亲爱的朋友 叫Lida Lida是宝尔的朋友 是共青团的省委常委 当时呢 也算是宝尔的一个领导 Lida对于宝尔来说 影响非常大 因为宝尔 他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 当时他因为读书不多 上学也不多 很小的时候 就去当同工了 对不对 当同工以后呢 就开始打仗 所以基本上 没有什么时间来读书 Lida 开始教他什么 教他党的历史 教他党的各种各样的策略 这些事情全都是 Lida教给他的 每周 宝尔要到Lida那里去学习 但是呢 宝尔发现 他对Lida 心中有一种好感 所以呢 他开始排斥Lida 啥 他不希望这种好感燃烧起来 没错 Lida是 是党的领导 不能说党的领导 应该是共青团的常委 共青团的常委 因为这样 宝尔就对Lida说 说你教的一点都不好 你所说的东西 其实我完全没有听懂 所以说我不要你再教我了 每次你教我一遍 我还要到另外一个人那里 然后让那位老师 再给我讲一遍 然后Lida觉得很受挫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们两个就分开了 不再 Lida不再去教他 后来宝尔就去修铁路去了 回来的时候呢感染了风寒 然后 别人都以为他死掉了 Lida也以为他死掉了 然后Lida呢 就嫁给了其他的人 所以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是第二位女性 第三位女性 叫达雅 这是她最后的妻子 这个妻子 想象一下是什么阶级的 肯定是公主 对肯定是无产阶级的 对不对 达雅出生在跟宝尔一样 也是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 这个家庭呢 他的父亲非常过分 父亲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非常暴躁 经常对他的妻子 对他的女儿 很不客气 而且这位父亲说 不管是谁掌握这个政权 总之最后对我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区别 反正我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说我只用去过我的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理想的人 所以呢对他的妻子 对他的儿女也非常的不好 那宝尔在他们家过的这段时间 达雅他们家和他的 和宝尔的母亲玛利亚是好朋友 所以宝尔呢 有一段时间寄住在他们家 在他们家的这段时间 就看到了整个家庭的这种情况 最后宝尔对达雅说 说要不你就跟我一起走吧 跟我一起走 然后我们一起投身于 一起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我觉得你是有这样子的前置的 所以我们两个 你成为我的妻子 然后我们全都投入党的怀抱中去 然后为我们的事业而奋斗终生 那达雅呢 最后就随着他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好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 最后这个娃利亚摆在这里 是因为这是一个悲壮的女性 看她的姓她和谁是一家 对她和谢聊莎是一家 她是谢聊莎的姐姐 然后这也是一位非常刚烈的女性 她呢也加入了 也为了革命而不断的奋斗 然后最后呢最后被抓走了 抓走了以后判处绞刑 对判处绞刑 然后在那个广场上面 把她把她吊起来 对绞刑就是把这个人给吊死 而把她吊起来了以后呢 让她的尸体在整个广场上曝晒了很多天 然后最后直到这个木桩 就是吊这个绳索的木桩倒下了 然后才把她的尸体给放下来 所以直到最后 娃利亚也是坚持她的梦想 没有向敌人妥协 这是一个很悲壮的女性的角色 是谢聊莎的姐姐 所以这两姐弟 都是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个主要的人物 他们都与鲍尔相关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穿好了吧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来梳理一下鲍尔的一生 这是电视剧的一个剧照 可以看到她坚毅的眼神 时刻都燃烧着一种革命的热情 鲍尔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波折 咱们把整部书中所描写的她的生活 分成了四个部分 从她童年开始一直到她老 童年的时候 儿时的生活 从这个时候开始说 儿时的生活非常的悲惨 这时候她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一开始她和大家一样都在学校读书 虽然他们家很穷 但是仍然得读书 读书的时候她老师是一个神父 这个神父呢 她本身对这位神父是抱有好感的 觉得神父还挺可亲 但是后来她渐渐发现 好像神父并没有那么喜欢我 不管什么事都找我茬 所以呢 逐渐的就对神父反感了起来 而神父对她很不客气 有几次犯错就体罚她 体罚她罚得非常重 直接拎起她的脑袋朝墙上撞 撞着头破血流 对 所以神父对她真的是很坏 然后她就想到要报复 怎么样报复呢 在圣诞节的时候 好 在圣诞 在圣诞节的时候 到神父家去聚 她和另外两个男孩 然后呢 她就在神父的面粉里面 要做蛋糕 对不对 然后放着 对 在面粉里面放了这个烟灰 放了烟灰 以后 当然是蛋糕就被毁掉了 被毁掉以后 神父到学校去 非常非常生气 就说那天到我家 过圣诞节的 三个人站起来 站起来了以后 把口袋给翻出来 前面两个男孩 把口袋都给翻出来了 然后一看 没有任何淹死的痕迹 那没有关系 然后再说 宝尔把你口袋翻出来 结果一看 没有 宝尔把他的口袋 给缝起来了 对 这个完全是一个 此地无垠三百两的举动 然后一看神父就明白了 那肯定是 宝尔撒的烟灰 对不对 再加上平时有仇 所以呢 最后他被开除了 被神父欺负 然后呢 报复神父 最后开除 这个父没有问题 被开除了以后 被开除以后 不能就让闲着 没事做呀 干嘛去了 他的母亲 一求再求 终于让他 给他谋了一份工作 就是去当烧水工 给富人们烧锅炉 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顶多顶多 睡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对他的一直守着他 不让这个水漫出来 还不能让这个火给 还不能让这个火给吸了 这个 宝尔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有钱人的家里面 一直感到很不自在 很不舒服 为什么 他发现 这个地方的服务员 他们赚了很多 但是他们平时 基本上不怎么劳动 而这群人呢 有了钱以后 干嘛 赌博 对一直在不断的赌博 根本就不务正业 这时候 宝尔就非常厌恶他们了 而那些资产阶级的 那些富豪们 还经常欺负这里的女工 所以呢 巴尔就是感到非常的不满 很想离开这个地方 最后 终于有一个机会 他离开了 而这个机会 是对他的一个惩罚 他那天干嘛呢 那天睡着了 对 他在烧水的时候 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 这个水啊 就从锅路里面漫了出来 漫出来他不知道 哗啦哗啦哗啦 渗过那个门缝 门缝就渗出去了 渗出去 一直到这个乘客的 厢房里面去 厢房里面漫了 全部都是水 然后另外一个服务生 过来了 奔跑着 朝他的这个锅路房 跑了过去 然后想要 对 想要把这个宝尔给打一顿 结果呢 这个服务员很蠢 把那个门一打开 本来这个门是把水 把里面水给挡住了 把门一打开 里面水更是哗的一下 全都冲了出来 一片狼藉 一片狼藉 然后这个 这人二话不说 就打了鲍尔一巴掌 把鲍尔给教训了 教训了回去以后 鲍尔回去 他的哥哥 阿尔娇姆一看 鲍尔你受委屈了 被人欺负了 对 又去打 又去把那个人给打了一顿 就 就这样 就这样 鲍尔脱离了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通过他哥哥的关系 去当了电工 当电工 整个劳动的过程中 他都在不断的反抗 但他其实 并不是一个懒惰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 是怎么说的呢 说他在做工作的时候 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他专心致志 非常热情 怀着一股极大的热情去工作 都不知疲倦 巴尔的身体当时非常好 所以其他人都嘲笑他 说你看那个傻瓜 整天都在劳动 也不知道累 像别人都减轻的活作 他专检那种重的活作 这个就是巴尔 那不断反抗 接下来 他们的小镇上 侵入了一个军队 白军 白军侵入进来以后 占领了整个小镇 小镇处于一片恐慌之中 然后呢 红军 红军路过 红军路过的时候 把这对白军给赶跑了 然后留下了 朱赫来 留朱赫来在这里 是当地下工作者 当地下工作者干嘛 他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联络 各个工人阶级 发动各种各样 他们可以调动的力量 让所有的工人阶级 都团结起来 咱们一起来闹革命 这个就是朱赫来的工作 那朱赫来在这里呢 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能暴露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否则他很快就会被捕 然后被镇压 朱赫来到了这里以后呢 和阿尔焦姆是个好朋友 是好朋友 所以自然跟保尔的关系 也就非常的密切了 留下朱赫来 然后紧接着 白军又再次反扑 占领了整个小镇 占领小镇以后 这个白军他们做了很多坏事 比如说他们有 虐待犹太人的倾向 所以呢 他们在某一天 组织了 组织了一对人 然后从大清早开始 就到犹太人住的那个街上 犹太人当时的地位 非常非常的低 生活也非常的贫困 然后在他们住的那个街上 打砸抢烧 各种各样的坏事干尽 一直到了深夜里面 所以当时保尔他们家 就藏了几个犹太人 藏了几个犹太人 然后保尔当那个时候 就意识到了 白军非常的坏 如果要反抗这种命运 我一定要去革命 这时候革命的烈火 革命的火种 已经在保尔的心目中 开始燃烧了起来 进驻了以后 保尔很渴望有自己的武器 但是在红军来的时候 他曾经得到过一把武器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缴了两万支枪 这两万支枪散发给了民众 散发给民众之后 保尔没有抢到 然后他在路上 他在路上遇到一个 比他个子小的小不点 然后小不点拿了两支枪 保尔揍了他一顿 然后自己抢了一支枪过来 他有了一支新枪 有了一支新枪以后 但是白军进来以后 就明令说 所有的居民 你们的武器全都得交出来 没有办法 只好交出来销毁掉了 然后有一天 他在屋顶上 他们家的 他们家的邻居是谁 他们家的邻居是一个中尉 这个中尉 中尉是配枪的 有一天他在屋顶上呢 就看到了 这中尉把枪 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然后就出去了 这时候心里痒痒 对心里痒痒 就想要不我就过去 把他给偷过来了 所以他就翻过了围墙 跑到别人家里面 把那把手枪给拿了 这个惹祸了吧 中尉很快就派人过来 到他们家去搜 搜的时候 自然是没有搜出什么结果来 因为 宝尔已经把它藏 对 藏在乌鸦窝里面了 这个 也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得到枪之后没多久 过了几天 他就遇见了 东尼亚 他把自己的这个秘密 包括他偷了这个手枪 等等的秘密都告诉了 东尼亚 他和东尼亚之间互有好感 而东尼亚也是一个非常开朗 非常开明的女孩子 虽然他是资产阶级 但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跟工人阶级的人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所以他非常乐意和宝尔做朋友 而且甚至于乐意 把这个浑身脏兮兮的宝尔 接到他自己家里面来 把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 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但宝尔这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 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斜穿 我浑身脏兮兮的 我的头发也没有整理过 我头发也没有整理过 所以我和你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遇见东尼亚 然后最后 最后出现一个高潮 是什么呢 就是朱赫来被白军补了 朱赫来被补 这是宝尔儿时生活的一个高潮 他做了一件英勇的事迹 把他救了 对 这一天 朱赫来正被一个 朱赫来只被一个兵 压着 在路上走 走过的时候 刚好宝尔在路上就遇见了 遇见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算计啊 我到底要 我到底要不要去救这个朱赫来呢 要怎么样救呢 摸了一把 我身上这把小手枪 要不要把这个兵给打死 但是我的枪法不太好 可能一打就把朱赫来给打死了 所以 所以当时要怎么办呢 宝尔假装他背过身去 假装不认识 然后等他们都走过了以后 立刻转过身来 把那个兵从背后给扑倒了 然后就和朱赫来一起 两个人把这一个兵 把这一个兵给打晕了 然后两个人跑掉了 但是就在 但是就在 就在他就 他本来以为自己救朱赫来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人看见 没有想到被谁看见了呢 被东尼亚的一个好朋友 被东尼亚的一个女友看见了 对 被他的一个女生朋友看见了 这个女生朋友当时 当时并没有 并没有直接去告诉警察 他呢 告诉了他的 不是告诉了他另外一个好朋友 另外一个男生好朋友 这男生好朋友叫维克托 维克托跟宝尔两个人是死对头 绝对的死对头 这维克托是那种整天打扮的非常整洁 非常漂亮的公子 所以很明显 所以很明显他和宝尔之间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这个矛盾的 维克托跟东尼亚的女友保证 说 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结果两个人一分开 立刻转身就去告诉警察 然后呢 到处 到处开始搜捕 这个 宝尔 宝尔以为没有人看到 所以回家了 那很容易就被捕了 宝尔救了朱赫来 然后自己被捕 没有了 祝贺 祝贺来没有把他给救 这个时候祝贺来忙着逃命 然后就已经被党组织的同志给救走了 这个同志是谁呢 宝尔在被捕了以后 关在了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关在一个地窖里面 这地窖里面一开始就已经关了好几个人了 有一个老爷爷 一个老太太 然后后来还关下一个农村的妇女 然后接着就是宝尔 这群人关下以后 其实很多都是无罪的 当然除了宝尔以外 后来有一天 有一天来了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多林尼克 在那个主要人物表里面 这个地方 有一个我没有讲的男主 男配角对吧 男配角 多林尼克呢 他进来了以后 就一眼就看到宝尔 跟宝尔说 你小子还真是胆大 把这个朱赫来给救了 然后这种事情 你也敢做得出来 然后宝尔就说 不承认 这不是我做的 绝对不是我做的 然后多林尼克就笑了 说你还不承认 朱赫来是我亲手把他给送走的 这个我还不知道吗 然后这时候 宝尔就明白了 原来多林尼克是自己人 也是党内的人 那这个时候 多林尼克就和宝尔站到了一起 两个人呢 都想要继续活下去 对不对 然后刚好他们的运气非常好 白军的头头 最大的那个头目 要来审阅他们的 他们的整个军队 到这小镇上 然后在越了兵以后 很不满意 他的下属们 他的下属们全都战战利利 非常担心 怎么办 待会儿我们的头头 可能会来看这些 看一看这个囚犯们 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囚犯 要是他发现 这囚犯们一来 完全没有任何用 二来呢 根本就是一些 根本就是一些 莫须有的罪名 那我们这些当下属的 肯定就有罪了 那肯定会被头目骂的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赶紧派了一个下面的小官 到这个 到地窍里面去看一看 这里面哪些人 是必须要关在这里的 哪些人呢 是应该放走的 然后这个 这个小军官 到地窍里面去 问这个老奶奶 说你为什么被关进来 老奶奶说 我不知道啊 我会酿酒 所以我被关进来了 算了你赶紧走吧 把他放走了 然后问这个老爷爷 老爷爷说 我也不知道啊 莫名其妙就被关进来了 走吧走吧 赶紧走 放走了 然后接着问的是 多里尼克 多里尼克非常聪明 一看这个形状 立刻就猜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所以他就说 我啊 我是半夜11点钟 在街上游荡 游荡着游荡着 结果就被抓进来了 这军官一听 这都什么事呀 赶紧把他给放了 问宝尔 我这样诚实回答 放了以后 我问宝尔 宝尔 宝尔诚实回答说 我就看你这样 宝尔当然不能诚实回答 我说了 宝尔是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 他一看多里尼克 这样回答 立刻就明白了 自己要怎么做 他怎么 他怎么说的 他说 哎呀 我偷了这个 我偷了白军的马蹄铁 对 把这个马皮 好像也刮掉一块 然后所以我就被关进来了 这小军官一听来 不这不就是一个小孩子调皮吗 然后说回去叫你爸爸 你给教训一顿 然后赶紧走吧 于是 宝尔就被放走了 这也挺 对 太不诚实 这样 他逃脱了一次 他逃脱了一次死神的魔爪 逃脱了以后 他很快就知道 白军不可能一直这么傻 白军很快就会知道 他是在撒谎 并且再次来追捕他 所以他逃到一个地方 他不知不觉逃到东尼亚家 东尼亚那个时候 把他给收留了 在东尼亚家过了一夜 东尼亚和他的妈妈一直照顾他 然后联系了他的哥哥阿尔娇姆 阿尔娇姆把他给接到了 另外一个城市去 然后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生活 参加 公军 至于第二阶段的生活怎么样 咱们下一节课再说